还将两人的拼图碎片遗落在了门口 第二天 慧珍得知拼图不见了 赶紧四处寻找 好不容易找到后 又被同事一脚踢进了成郡办公室 慧珍想了各种办法 都没能取回拼图 就在成郡快要发现的时候 机智的小金上前帮忙 把小金当朋友的慧珍 也把自己的秘密告诉给了她 这天 要聚会的同事 将自己的任务推给了慧珍 连地上的屋子她都热心地上前处理 成郡想到慧珍之前在她家 因为碎玻璃被划伤 现在又要做这么多杂事 突然开始关心起她来 不仅给了她新的窗壳贴 甚至还贴心地帮她贴上 在下班路上 成郡看到下雨天路边的车祸 突然想起小时候的经历 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